北京时间3月1日,蒙特利尔跳水世界杯正式开幕 本届跳水世界杯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 中国跳水队一直是这项运动的佼佼者 而在本届世界杯的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中 两位年轻的中国选手全红蝉和陈玉希再次成为了焦点 全红蝉在预赛中的表现非常成功 她的每一次起跳都准确无误 翻译动作 漂亮 尤其是在407C这个难度系数较高的动作上 她以左手的动作上显示了自己的不凡的实力 尽管在207C动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她依然凭借着出色的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取得了89.1分的好成绩 最终,全红蝉以总分421分的优异成绩 战胜了队友陈玉希,赢得了玉赛的第一名 由于蒙特利尔的纬度非常高 当地的气温依然在零度以下 所以,比赛场馆内的低温环境对运动员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尽管全红蝉在后场时裹着毛巾 但依然难以抵挡场内的低温 全红蝉因为寒冷流鼻涕的情景被摄像机捕捉到 这一幕不禁让很多泳迷感到心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昔日的中国跳水皇后郭晶晶也参加了本次的跳水世界杯 负责比赛监督裁判的工作 当她看到全红蝉流鼻涕时 没有犹豫,直接上前帮忙擦拭 这个简单又充满关爱的动作 不仅让全红蝉感到温暖 也让所有人感受到了体育精神背后的人文关怀 郭晶晶的这一举动得到了现场观众和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虽然有人认为她只需要提醒全红蝉就可以了 但亲自帮全红蝉擦鼻涕更显得真挚和亲切 郭晶晶对中国跳水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她作为运动员时期的辉煌成就 退役后,她依然致力于推动中国跳水事业的发展 为此,郭晶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 努力学习,成为了国际泳帘跳水比赛的裁判和评委 她的付出,为中国跳水队在国际赛场上的权益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也为年轻运动员们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可以说,郭晶晶帮全红蝉擦鼻涕这个暖心举动 也体现出了跳水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照顾 这种团队精神和情感连接是竞技体育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郭晶晶对中国跳水队的付出和贡献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跳水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这种精神,值得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学习 并继续传承下去